随着开学技艺来临 再加上今年旅游市场的火热 最近学生包旅行箱的消费需求大涨 跟随记者到箱包产销基地 河北白沟看一看 在河北白沟一家电商云仓 十几名工作人员正忙碌地 将一批箱包进行打包装箱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暑假开始单子就明显多起来了 现在每天的订单 差不多都是每天将近1万单左右 较之前就是相当于增加了将近一倍 记者在白沟香包交易中心的 一家销售店内看到 不少家长领着孩子 挑选自己喜欢的背包 导购告诉记者 近期店内香包销量猛增 开学前一个月的销量 比平时翻了约三倍左右 因为开学季也马上到了 然后这有就是旅游季嘛 出去旅游的 基本上选这两种包的是偏多一些的 线上线下双肩包销售火热的同时 生产企业内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从6月份开始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订单呢 就陆许多起来了 特别是到7 8月份 从7月中心已经订到 9月底的订单已经订出去了 订单量增长比较明显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在大概在30%到40%左右 除了双肩包 行李箱在近期也有着不俗的销售业绩 记者从多家香包生产企业了解到 今年7 8月份 拉杆箱订货量大幅增加 今年销售好的话 就是这种功能性比较多的箱子 然后就是这个杆上面有手机这个支架 然后后面有这个水杯的这个水杯架 能装水 然后这个前面就是能挂个包啥的 都能挂 价格在200多不到300左右 多家香包企业负责人表示 9月底将迎来11黄金周 预计香包的消费高峰期 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